是着急了,就比如太元的刘崇,在得知柴蓉继位之后,就勾结北方的契丹南下了。 他知道柴蓉的本事,如果再给他一些时间稳定国家的局势,自己的北汉连十年都支撑不了,于是就花了一些代价,拉拢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契丹来帮助自己。 刘崇的大军来得很突然,柴蓉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立即把所有大臣召集到了一起商量,所有大臣都在很积极的发言,提出各种建议来抵挡北汉。 最终柴蓉的决定让所有人都想不到,他要亲自带领大军亲征刘崇,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,因为作为一个刚刚继位的新皇帝,此时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稳定国家,维护加固自己的统治地位。 北汉大军虽然来势汹汹,但是想要把敌人拒之门外也不是一件难事,如果皇帝亲征失败的话,第一就会给皇帝的地位带来很大的影响。 于是老臣逢道就开始劝皇帝,不能涉险之类的,但是这些劝告都被皇帝给。 队回去了,于是几日之后,柴蓉点骑兵马就出征了,两国大军在高平地区交战,因为一些指挥失误,右军出了问题,右军的两个将军不战而逃,也看着后洲的军队要败了。 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候,柴蓉冒着生命危险登高一呼,亲自为大军督战,后洲士兵军心大阵,转头向刘虫的军队杀去。 在这一场惨烈的战争之中,北汉的第一猛将也被斩杀,契丹士兵更不可能为了盟友拼命,见到大事已定,就匆忙逃窜了。 经过这一场战斗,柴蓉的皇位也彻底稳定了下来。 这一场战争结束之后,柴蓉开始着手整顿军纪,将右军管理阶层,清洗了一个遍,同时对这场战争之中,有功劳的人进行了丰厚的奖赏,这场战争也让两个人才斩露头角,赵匡印和李仲进。 柴蓉打完了这一场胜仗之后,又接着成胜追击,将北汉的都城包围,此时的刘虫怎么可十分紧张,把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守城,太原毕竟是。 北汉的都城,怎么可能心而易举的就攻下来,再加上这段时间一直下大雨,柴蓉担心这种天气和局势,很容易出现瘟疫,于是就班师回潮了。 柴蓉继任皇帝的第二年,派大军攻打后蜀,准备收回之前被夺取的地盘,两个月之后,因为后勤不及跟不上,前线本来占了上风的局势,又重新陷入了僵持,前线的将领多次上书说战据不力,请求撤兵,柴蓉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,于是他就派了赵匡印。 去前线指挥,赵匡印是个非常能打仗的人,在前线观察看了几个月之后,就跟皇帝说,这个仗可以继续打。 于是柴蓉下令继续进攻,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之后,施县的地盘都被夺了回来。 后蜀和北汉,并不算是柴蓉的真正对手,最让他感受到头疼的还是南唐。 南唐,那个文人政权,柴蓉继位的第三年带领大军亲征南唐,南唐是哪个乱世之中唯一的净土,但是战争开始之后,这里的宁静也被打破。 北州,大军如猛虎下山一般,短时间内就冲垮了南唐的军队,短短几个月,南唐就丢失了大片的国土,后来因为天气的原因,没办法继续打下去,于是就命令李仲进在寿州一带镇守,自己则班师回朝。 人人都觉得南方的人孱弱,打不了仗,但是北州在寿州这里吃了大亏,李仲进在得到攻打寿州的命令之后,就带着士兵上阵了,但是一次次的冲锋,最后都被打退了,就这样试了很多次,后州士兵部停的攻城,可是寿州还是没有一点被攻破的现象。 在寿州城门前倒下的士兵,比之前在攻打南唐其他城池倒下的加起来还要多。 只是很可惜的是,柴荣不是一个承受的皇帝,不然的话,五代十国的乱局,真的会在他的手下,重新归于一统,后来柴荣的小儿子继位,就让一些人动了心思,赵匡印黄袍加身,通过政变夺取了皇位,因为有后州的底子, 所以赵匡印省了很多的力气,去建设这个国家。 大家发募行吧! - 会不会的火灭 - 会不会的火灭 - 会不会的火灭